畫中畫 畫中畫跟另外一個東西去做一個組合 產生不一樣的一個效果 比方說畫中畫跟混合模式組合 那它就可以把一些特效融入在畫面裡面 那這個是畫中畫跟混合模式的部分 那畫中畫跟智能摳像混合 它就能夠產生一些像分身啊定格啊轉場的一些效果 那相關的內容在前面都有 可以再去看一下 那畫中畫跟蒙版 它就能產生切割交錯愛心心形各式各樣的一個變化 那這個是畫中畫跟蒙版的部分 畫中畫跟色度摳圖 那它就可以產生所謂的綠目藍目 這樣的一個特效可以融合在裡面 畫中畫再加關鍵針 那它可以做出所謂的畫面引導的效果 或是放大縮小 甚至於它可以做出像無線循環這樣的一個特效的 所以畫中畫是一個很基礎的東西 那有這個畫中畫 你有一個概念有一個了解 你才有辦法再去融合其他的東西 來產生更多的一個變化 所以今天就談畫中畫的基礎操作 畫中畫的位置在哪裡呢 點開始創作 直接導入一個影片 好 添加畫中畫 當你導入影片或是照片 這裡 第五個 新增畫中畫 然後按新增 就可以添入你要的視頻或是照片 照片或影片都可以 在這裡做一個添加的動作 那進來之後呢 這時候點畫中畫的這個部分 你就會出現第二編輯面 上面這個是主軌的第一編輯頁 這是主軌的第一編輯頁 然後裡面的項目有這些 包含像分割變數音量動畫刪除智能抠項 這個是主軌的編輯頁 那我進入畫中畫之後呢 我會有畫中畫的編輯頁 畫中畫的編輯頁跟主軌的編輯頁 插在在畫中畫的編輯頁裡面有混合模式 那下一個是層級 這裡有一個層級 當你畫中畫有很多影片或是很多照片的時候 然後 像我這樣就已經是最高的六個層級 再增加它就會出現 畫中畫軌道數量一達上限 沒辦法再增加 所以畫中畫的部分我們最多是可以到六層 這畫中畫已經到了六層 我可不可以再增加 可以 我們直接回到貼紙的部分 我們直接到貼紙的部分 然後選擇最左邊的這個 第一張 那它裡面可以再把照片 如果是增加照片的話 我還可以從照片這裡來做一個增加的動作 那畫中畫有幾個主要的功能 第一個是霧蓋 就是我可以利用 畫中畫來幫我遮蔽掉 可能我覺得不OK的畫面 那這個是遮蓋的部分 像我這樣拉過來它就直接把我 原本的畫面去做一個遮蓋的動作 那這個是畫中畫的第一個功能 第二個是做分屏複製 把它做一個複製的動作 要怎麼切畫中畫 我直接點畫中畫 點這段影片 然後拉到這裡 有一個切畫中畫 我就可以把它拉下來 拉下來之後 我就可以讓它做分屏的一個效果 左邊這一張呢 我讓它到 左半部 下面這一張呢 我讓它到右半部 這樣它就可以產生一個 分屏的效果 那當然如果你多切幾個 你就可以多分 所以你也可以分二分三分四 很多的屏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功能 分屏的部分 那當然你也可以做一個顛倒的部分 比方說上面這一張 我把它做一個編輯 旋轉 這樣我就可以做一個顛倒的作用 它產生不一樣的一個視覺效果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不同的位置 搞不好我是一左一右 這都可以 都產生一個錯位的效果 這個就是畫中畫的部分 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那我們在後面呢 我們會介紹 智能抗像已經介紹過了 那後面我們會介紹 萌版 色度抗圖 還有關鍵針 這些東西產生的一個效果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後面會比較處理 這樣就是畫中畫 他們有一個類似的 的 我會 Gunther 考慮的 要改善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